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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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发芽的部分 芽眼的部分可以高达到500mg 那这个会造成我们有中毒的一个现象 马铃薯因为受到光线照射 温度变化过于剧烈 还有储藏时间过久都会发绿 原本就含有的少量茄茧 也成为龙葵茧 也会因此上升 一旦摄取过多 就在进食后发到12小时 会出现舌头咽喉发麻 胃痛 上吐下泻 然后瞳孔放大 耳鸣接着抽搐 失去意识 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命 家里面的马铃薯不要一次大量采买 那也尽量不要照射到阳光 要放在阴暗的地方 那如果有发芽的话 就不要再食用 由于这一批绿薯条是由位在台北的摩斯总公司所进口 后续将转交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追查 而宋燕的绿薯条一旦查出龙葵茧潮标 将可处以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记者SNG小组台南报导 我刚刚看这个绿色味是洋葱 绿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在吃之前 这是很难避免 因为它有那个面皮嘛 对啊 所以你像刚刚这个博士跟我说说 你这个吃之前 你看有没有绿色 这个大概很难看得到嘛 就是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你自己吃的食物啦 比方说薯条什么 一根你可能要看一下 那个炸油会不会很黑嘛 这个部分嘛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看它有没有比较特别的颜色 不是 如果会观察的人就不会进蔬食店了啦 大概会进去的人 大概就像我这种都不太 就直接就抓了 就吃素食嘛 好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龙葵茧 到底龙葵茧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 蛮多看起来很可怕的症状啊 什么除了麻之外啊 什么中枢神经一些问题 到底龙葵茧是什么 龙葵茧的话 它是一种生物茧 那在一些那个茄克的植物里面 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生物茧的存在 因为它要 通常有时候是像在要发芽的时候啦 或者是说它的一些部位 它会产生这种生物茧来保护它自己 来预防一些虫咬啊 或者是说 就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啦 所以就自然会产生这样子的生物茧 那生物茧就是 它是一种毒吗 生物茧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像龙葵茧它就是生物茧的一种 那龙葵茧它是比较有毒性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就是有人吃了以后 会有什么嘴巴会发麻啊 或者是说会有那种呕吐啊 或者肚子痛啊 这些症状出来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极端的 如果呢 今天它真的很饿 它又吃了很多绿鼠药 会不会致命 龙葵茧吃很多会致命吗 龙葵茧吃很多当然它有所谓的急性中毒 不过你要吃到 从马铃薯吃到那个急性中毒 你可能要吃个大概超过10公斤的马铃薯 但是是不太困难 我想说吃个10包会不会就糟糕 10公斤才比较有可能 好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刚刚您讲的 就是它在发芽之前 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发率 然后它是要保护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马铃薯 应该是放快过期了吧 可能就是放久或你储存不当 或者是说又就是照光什么 就是促进它发芽的条件 是是是 对 如果它发芽的条件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了解 那我们要怎么样自保呢 就是说你去买 比如买马铃薯 好 你自己做这个马铃薯 也有可能会吃到这种 如果是发芽的 当然也会有毒嘛 对 对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 像这种大概就不能买了 对 因为它已经对 而且它的牙眼已经开始有点在发芽 所以我们可能买马铃薯的时候 一方面你要注意它有没有发芽的这个状况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看它的牙眼有没有发芽 对 像这样发芽的状况的话 它就已经是不能吃了 不能吃 对 它的那个龙肺碱的那个量 含量就开始在就浓度 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 其实有一个新闻是说地瓜 地瓜发芽好像就没事吧 没事 因为它只是营养减少 营养减少 但是马铃薯巴芽 马铃薯 对 好 不过刚刚你也有讲到一个部分了 是说茄类的作物也有还有这个龙肺碱 所以像是番茄茄子 这个说也有这个 还有这个茄碱 所以它们也不能吃它 吃了也会有毒吗 应该是这样说啦 就是说那个茄科的植物 它比较会有这种生物碱的产生 是自我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嘛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马铃薯啊 它还有像番茄茄子 茄子 它都是属于这种茄科的植物 所以番茄也不能摆太久 应该是这样讲 龙肺碱它的毒性比较强 但是番茄里面的生物碱 它是叫做番茄碱 那不一样 它的结构跟龙肺碱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毒性是相对来讲是很厉害的 了解了解 不然吓一跳 你这个马铃薯不能吃 番茄也不能吃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听过说 你要吃茄子或番茄重度 所以说呢 这个刚刚讲到 如果要吃大概10公斤才会比较有问题 急性的重度 不过呢 不过讲到薯条 其实呢 最近呢 有一个报道 这是根据近期出版的 食品化学 Food Chemistry这个旗干 说他们认为 其实薯条不见得只是人家讲的 这种Junk Food 这种垃圾食物 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想法吗 这个博士您怎么看呢 我想在那个研究里面 他可能提到两点 一个就是说 因为像一些蔬果的东西 蔬菜的东西 所以它去炸了以后 它里面的抗氧化物质会释放的比较多出来 包括像薯条吗 像马铃薯 马铃薯 或者是像南瓜啦 或者是说 南瓜啦 番茄啦 茄子 它炸过以后 对 炸过以后 它的那个抗氧化的东西释放会出来的量会比较多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说用橄榄油去炸 那橄榄油 因为它里面有多分嘛 一些橄榄多分 然后经过高温以后 它这个多分也会释放出来比较多 是是是 对 它们是因为这样的理由 所以就觉得说 其实马铃薯它也不见得是一个这么不好的食物 那如果是这博士您自己的认为呢 就是您觉得它到底是不是 我觉得你偶尔吃吃倒是无妨啦 那但是第一点就是说抗氧化物质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食物 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抗氧化的食物来源 不一定要选薯条 对 不一定要选薯条 因为薯条是要去炸是不是 对 就是高温的时候 它会比较释放出来比较多的这个抗氧化 那我可以找不要那么高温 因为高温本身是不好的嘛 对 是吗 对 你就可以吃一些 可能蔬菜水果啦 这种它本身抗氧化物质就很多嘛 就你何必去 对 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靠这样的方式 来获得抗氧化物质 那第二点它讲到的是说 橄榄油来炸这个薯条 那其实橄榄油一般来讲 我们比较不建议它用来做油炸 因为它这样子它的温度是不高 我没很少听到橄榄油来用炸 对 没错 没错 这根是它的温度有 发烟点 发烟 什么叫发烟点 我们是不是解释一下 就是说其实那个油脂 它有适合不同的温度来做烘烤料理 那如果我们要高温来做 比方说像我们要油炸的话 那其实有几种油它是比较适合做高温的 比方说像玄米油 玄米油 或者是我们的苦茶油啦 或者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 像那个椰子油啦 或者是像酪梨油 那或者像葡萄籽油 这几个油我们都没有在素食店听过啊 因为是比较贵的成本的问题 通常素食店用的应该是棕榈油比较多 棕榈油 棕榈油它也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适合油炸的 哦 了解 那你刚刚讲这几个油炸嘛 就不怕影响心血管 哦 又来了 所以它这个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 对 那其中油 你觉得油炸最好的油是哪一种 如果炸薯条的话 炸薯条 可以 但是通常就是这样 我们比较不建议是重复的一直加热 如果你在家里用的话 其实这几种油都可以选择 葡萄籽油啦 椰子油啦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玄米油啦 酪梨油这些都可以 是 对 那我们刚刚讲一般在外面的素食店 它通常用的是棕乳油 哦 了解 那也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油 你都还是少吃炸的 是这样结论吗 油炸的东西它确实会比较有一些 所谓我们讲的那个致来物的生成啦 你不管用什么油都一样 对 但是如果你要高温的话 你就要选择发应点比较高的 它会比较稳定 那比较稳定是说它 比较不会有一些 致来物质 对 就是它的结构上 比较不会裂变 变成不好的油 这样子 那是说完全没有 还是说这次是比较少 当然要看你比较加热的温度有关系 或加热的时间啊 这些都有关系的啊 听起来好吃的东西还是都比较危险 应该是说油炸的东西 本来就不建议常吃啦 但是偶尔吃吃我就觉得无妨啦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 都是你自己吃吗 薯条 偶尔 多偶尔 多偶尔啊 可能两三个月吃个一次吧 这样子算偶尔吧 这个太偶尔了 有时候对小朋友吃 有时候跟着就吃个几根这样子 跟着吃个几根 所以高温的其实还是不好啦 虽然这个期刊它有它的一些看法 它觉得不是夺色吃 但是高温的油炸还是少吃 对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有关的 这个绿薯条还是薯条的一些部分 就提供您参考 以上是今天1100一播新闻出品 我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拜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